上回书说的是诸葛亮在两军阵前骂死王朗 然后诸葛亮用羽山一指 跟曹真说 我不逼你 你马上回去整顿军马明日再战 就这样双方退军了 曹真就把王朗的尸首用棺木成练起来 命兵丁送回长安 这时候傅都督郭怀 就跟曹真说 诸葛亮估计咱们君忠至丧 可能今天晚上要来偷鹰结寨 咱们可以将计就计 把兵丁分成四路 两路兵埋伏在山中小路 借机会去结诸葛亮的营寨 然后两路兵埋伏在咱们营寨外 只要他来偷鹰结寨 两路人马从左右杀出 诸葛亮必败无疑 好啊 曹真非常高兴 你这办法正合我心 就这样 曹真往下传令 四路人马就埋伏好了 曹真跟郭怀想的挺好啊 结果反而中了孔明的计策 偷鹰结寨没成功 卫兵反而打了败仗 退下十几里地 还死了不少的战将 诸葛亮大获全胜 曹真跟郭怀收拾残兵败将回到营寨中 就商业怎么办呢 郭怀说 都督我给您出个主意 您有什么妙策呀 我跟您说 您可以派使臣到西枪借兵 这样曹真就派使臣 到了西枪借了枪兵十五官 结果诸葛亮 用大雪的天气 乘雪破枪兵 枪兵败走了 诸葛亮还恩施了 枪人的丞相亚丹 郭怀 还有曹真 还在营中等着西枪的人马呢 没想到 大将魏延跟赵云奉了诸葛丞相之命 带兵两路杀上前来 魏军的先锋官曹尊就死在了魏延刀下 诸葛呢 就死在赵云的亮音枪下 郭怀 曹真 没办法 要打了败仗 向收兵回去 半路途中 关心张包又杀来了 蜀军要打了胜仗 魏军一直败到渭水 曹真 才收拾残兵败将 在渭水旁扎下大营 没办法 没法打了 曹真只好写了本章 命人送到朝中 请当今万岁 马上发援兵来打诸葛亮 这天曹瑞早朝 近视起奏 说大都督曹真打了败仗 死了两个先锋 死了不少战将 虽然派人到西枪借兵 但是枪兵也伤了不少 情势非常紧急 现在上表求救 请陛下马上派兵增援 曹瑞听完之后 就问手下文臣武将 中尉清家 有什么妙策 可以退诸葛亮的兵呢 划心就来到龙叔案前 陛下呀 看起来您只有一语价亲征了 天子到了两军疆场 兵将人人效命 就可以退了西数的兵将 不然的话 长安有失 关中就危险了 这时会儿 太傅中游 迈步走到龙叔案前 陛下 臣给您宝举一人 这个人执掌兵权 到了两军疆场 必退诸葛之兵 曹瑞赶紧就问 老秦家 你举荐何人 陛下 您要知道对手可是诸葛亮 曹真都督虽然打了不少年的仗了 他不是诸葛亮的对手 臣以全家性命相保 保举这个人可退属兵 陛下您想想 想当初诸葛亮 打算兴兵犯境的时候 曾经派人散布流言蜚语 而且贴出告示 结果陛下 把这人削了兵权 现在 您要想一想 诸葛亮为什么这么做 就因为诸葛亮怕他 您把他的兵权削了之后 诸葛亮才指挥人马 兵出奇山 曹瑞点了点头 秦家不要再讲了 这件事我也后悔莫及 请问 票旗大将军 司马仲达 现在何地啊 陛下 听说仲达在晚城贤助 好 曹瑞立刻降诏 派使臣拿着结 也就是权力的象征 复召司马仪 让司马仪 为平息都督 马上骑南洋各路人马 前赴长安 而且曹瑞要御驾亲征 在长安跟司马仪相会 这样使者奉召 骑着快马 兴也赶奔 晚城前去船只 咱们回头再说诸葛亮 诸葛亮自从出师以来打了不少声仗 心中非常高兴 这一天 诸葛亮正在中军保障办公呢 手下人进来禁报 承想 现有白帝城永安公李延 命他的儿子李峰公子求见 哦 诸葛亮一听 李峰来了 奉李延之命 是不是东吴 借机会 陆逊出兵了 马上叫他来 时间不大 李延进来 跪倒在地 给诸葛丞相实礼 咱们书不细表了 诸葛亮一问 李峰 公身实礼 丞相 我是奉我父亲之命 前来给丞相道喜 哎呀 不知道我喜从何来 丞相 您还记得孟达吗 想当初孟达归降北位 他是出于不得已 您也知道 自从他归降北位之后 曹匹非常喜欢他 赐给他金钟 赐给他骏马 而且让他为散其常事 让他镇守新城 金城跟尚用 可以说 把西南的重任 就托付孟达了 可是曹匹死了 他的儿子曹瑞登基 朝中不少人都嫉妒孟达 孟达呀 就派着心腹之人 写了信 来到永安宫 面见我的父亲 他说呀 让我父亲 见您替他美言几句 那个时候 北位五路人马下西川 孟达将军就有这条心 但是没得机会 现在听说 丞相带兵出了旗山了 孟达说了 他愿意带领 金城星城 上用三处的军马 马上起誓 然后指挥大队人马 兵取洛阳 丞相取长安 这样两经一定 汉使天下 就可以失而复得了 所以我的父亲 命我 带着孟达的心腹人 还有孟达的书信 前来面见丞相 这不是一件喜事吗 诸葛亮一听 立刻喜上眉梢 心说太好了 如果孟达一反 带领三郡的人马 兵取洛阳 我指挥人马 购奔长安 真是汉使有复兴的希望 难道说 天助我诸葛亮 复兴汉使吗 诸葛亮刚刚传话 要厚赏礼锋 这话还没说出来呢 报 诸葛亮用手一指 何事并报 启兵丞相 现在魏主曹瑞 驾姓长安 而且传下诏书 命司马仪 官复原职 加为平息都督 带领本出人马 与长安聚会 哎呀 诸葛亮望后一坐 诸葛亮大吃一惊啊 心说坏了 好容易孟达要起事 司马仪复之 孟达不容易成功啊 这时候 参军马素 就看出 诸葛亮的神情变化了 承想 小小曹瑞合作为惧 他来长安 就让他来吧 指挥人马 到了长安 就可以生情活捉 曹瑞 您为什么吃惊 有长安 上一次我就跟你说了 曹瑞我不怕 我所怕的就是 司马懿重掌兵船 现在好容易盼着 孟达能够举事 如果孟达举事 遇见司马懿 他可不是司马仪的对手啊 如果孟达要败在司马仪之手 恐怕再没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去下洛阳了 承想 既然如此 您马上写封书信 让孟达提防司马仪 不就行了吗 好吧 诸葛亮不敢怠慢 赶紧提起笔类 一挥而就 给孟达写了一封书信 就让李峰把这封书信 交给孟达的新夫人 马上让他回到新城 去见孟达 这么单说孟达 在新城也很着急呀 日日夜夜盼着新夫人回来 这天新夫人回来了 把诸葛丞相书信乘上 孟达赶紧把书信打开了 诸葛亮这封信是这么写的 晋德书 足之功忠义之心 不忘顾旧 我甚喜味 若成大事 则供汉朝忠书第一功臣也 然急以紧密 不可轻易托人 甚至戒之 禁闻曹润 赴昭司马仪起 晚落之兵 若闻功举世 必先知已 须万全提贝 勿示为邓贤也 如果诸葛亮的话 孟达听了 孟达按诸葛亮的话办了 真得大功告成啊 诸葛亮嘱咐又嘱咐 甚至戒之 刘神司马仪 千万别让别人知道 没想到 孟达看完诸葛亮这封信 笑了 哎呀 都说诸葛丞相 心眼多呀 今天看这封书信 确实如此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一司马仪吗 再说了 司马仪现在在晚城 他要到我乡城来 多远的楼 而且他要想办我 得到长安前去请旨啊 所以孟达就提起笔类 给诸葛亮写了一封回信 这封回信是这么写的 事成君教 安敢少代 且为司马仪 知事不必拒 晚城离洛阳 约八百里 至新城一千二百里 若司马仪 文达举事 须表奏魏主 往复一跃监事 达 城池已故 诸将与三军 结在深险之地 司马仪进来 何足俱在 城乡宽怀 为厅结巴 这封信送回诸葛亮的手 诸葛亮看完之后 啪的一下 就把这封信扔到地上了 诸葛亮一跺脚 坏了 孟达必死在司马仪之手 诸葛亮就赶下断言了 因为他知道孟达错了 孟达认为司马仪 现在在晚城呢 就是他受了诏书 他掌握兵权 他知道我要返 他得面见曹瑞 他要到洛阳去 往返的路途 得一千六百里地 而且从晚城 到我孟达驻兵的新城 得一千二百里 加得一块两千八百里地 往返要走 得得走一个月的时间 有这一个月的功夫 我孟达返 依然成功了 而且三座城市守得非常坚固 兵将埋藏在深险之处 司马仪来了 我也不怕 可是诸葛亮知道 这不是对付司马仪的办法 司马仪不是曹真 司马仪也不是夏侯帽啊 马苏就问 丞相 您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来 又成啊 兵法云公其不备 出其不义 孟达算错了 司马仪根本不给他 一个月的时间 你想想 既然曹瑞传下诏书 他把兵权给了司马仪了 司马仪遇见有反扣了 他还去请示吗 他还去面奏曹瑞吗 他马上带兵去除这个反叛 你想想 如果他知道孟达反了 他有打晚成会加倍而来 这样的话 出不去十天 准能到达新城 去凭孟达之乱 孟达措手不及呀 众展将一听 听得心服口服 但是现在 这么远 谁能去指挥孟达呀 诸葛亮只好又写了一封信 告诉来人 你马上回去 如果孟达将军要举事 千万千万 别让任何人知道 一个人都不能知道 知道就坏了 让他按我的书信办事 这个人告辞 马上回去到新城 面见孟达 这时候司马仪在晚成 依然得到曹瑞的诏书了 司马仪正着急呢 司马仪在晚成住着 但是诸葛亮每次解报 司马仪都知道 司马仪仰天长谈 没想到夏侯卯曹真 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啊 要找这样下去 北魏就完了 司马仪的两个儿子 大儿子司马师 二儿子司马昭在旁边站着呢 这两个人素有大志 而且熟读兵书 深知兵法会用兵 两个儿子就问 父亲 您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哪知道朝中的事情 哪知道天下大事 司马师就跟司马仪说 父亲 是不是因为 魏主不用你 司马昭在旁边笑了 父亲 您别着急 过不了一天两天 必然宣诏书 招父亲重掌兵权 出师灭诸葛亮 没想到话音刚落 外卫尔人叫门了 天使传旨 而且持节而至 把兵权送到手里了 司马仪赶紧跪到接旨 接完旨意之后 他有了这个节 能够掌握兵权了 马上就调动 完成所有的军马 刚把人马调齐了 这时候有人求见司马仪 司马仪命来人进来 一问原来是 金城太守身衣的家人 让司马仪七退左右 有密室相报 司马仪就把他带进密室了 什么事啊 督督 孟达要造反 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您瞧我带了人在外边 一个是孟达的心夫人李甫 还有他的亲外甥邓贤 好 马上叫他们进来 邓贤跟李甫来见司马仪 就把孟达要造反的事情说了 司马仪听到这儿 拿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天哪 这是皇上齐天之 宏福也 诸葛亮兵出齐山 打一仗胜一仗 打一仗胜一仗 杀得人人胆战心寒 天子没有办法 驾行长安 要御驾亲征 如果他要不用我 孟达一反 指挥人马直逼洛阳 诸葛亮借机会 唰的一下 大兵就办了长安了 两惊一失 北魏就完了 现在 幸亏我知道 孟达造反了 孟达呀孟达 你打算反吗 你要反你 必然跟诸葛亮合谋 我先指挥人马 把你孟达捉住 诸葛亮听了之后 定然胆战心寒 自然而然 他必就退兵 司马仪确实厉害呀 司马仪跟诸葛亮所见相同 这还是孟达做事不机密 要依我看 孟达的人缘也够可以的 他的心腹礼腹 跟外甥邓贤 都出来告密 就这样的人缘 你做事还不机密 你对谁告诉谁 你能够成功吗 所以说孟达这么做 让人失望 让诸葛亮寒心 司马仪说出这样的话来 长子司马师在旁边说 父亲 既然孟达反 你立刻写表彰 我亲自去面见天子 纵明天子 好除掉孟达 什么 司马仪乐了 二啊 你要去请旨 往返一月之间 孟达他就成功了 所以说不出诸葛亮所料 司马仪有了大权 你孟达反 我还到长安前去请旨 请旨就完了 将来在面军复旨 我再把理由说清楚了 现在目前得必须凭孟达之乱 所以司马仪马上传令了 命手下兵马立刻启程 一天走两天的路 走慢了沙 同时他派出参军梁机 拿着席文连着印的跑到新城传令 让孟达准备人马 听从司马仪嘟嘟的调动 兵发 齐山 去灭诸葛亮 等梁机走了 司马仪马上发兵了 快呀 一天走两天的路程 司马仪发兵 走出两天去 突然间看见又将军徐晃了 徐晃一看司马仪 大抵人马怎么上这儿来呢 徐晃赶紧下马来见司马仪嘟嘟 天子驾姓长安 亲自要来灭蜀军 嘟嘟您这是上哪儿去 司马仪就在徐晃的耳朵旁边 轻轻地说 功名将军 孟达造反 我去捉孟达 既然如此 我愿意为前部前方官 好 功名将军你我兵和一处 这样徐晃为前部 先奉司马仪为中军 让他两个儿子司马昭 司马仪压着后队人马 又走了两天 这时候司马仪得报了 前哨人马捉住一个人 是孟达的心腹 压到司马仪面前 搜出来诸葛亮的书信 司马仪一看 仔细一审问这个人 这个人从头到尾细说一遍 司马仪明白了 司马仪拿着诸葛亮那封书信 就跟两个儿子说 看见没有 世间所能者 所见相通 只有诸葛亮 才能识破我的计谋 幸亏天资有福 能够得此消息 孟达的心腹前来告密 不然的话 北魏天下就完了 快走 司马仪传下命令 督促人马快走 这军士一天走两天的路 如果走满一点 立刻收起刀落就杀 这个参军梁姬 是马不停蹄的 作为前哨盖马去 迷惑梦达 让你准备人马去打西蜀 那就证明 司马仪不知道你梦达造反的事 这样梁姬就来到新城了 这时候梦达干嘛呢 梦达在新城调度人马 准备起事了 同时 他就约金城太守申仪 上拥太守申丹这哥俩 让他们也准备兵马 一块起事 这两个人表面上是答应了 可是每天操练人马 就等着司马仪 都督的卫兵到了 好给司马仪作为内应 梦达可全然不知啊 司马仪就给梦达 来个公其不备 到底司马仪如何惩治梦达 下回再说 方活上宝 我们下距离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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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